你可知道在我们周遭生活当中的机械 不管是上亿元的军用直升机 或者是每天使用的汽车摩托车 甚至房门的拔锁 如果要能够正常使用的话 都需要用黄油 让我们的机械金属能够润滑 但是要如何让这黄油更有效率的注入到机械当中 而不会因为注入空气 使得这里面会有磨损或者是烧毁呢 这可是一门大学问了 继续我们就带您看看这间公司 员工它只有20亿人的传统产业 但是它靠着创新的产品 每年的营业额可以高达8000万元 我们看到它年产这种气动式的黄油枪就有3万支了 等于占了全世界五成的销售量 在临近的日本呢 更有高达9成5的市占率 电影中的变形金刚 主角由原来的大货柜车变身为帅气的机器人 一身重装甲穿在身上还是活动自如 成功吸引出影迷的目光 虽然只是电影的情节 不过在现实的世界中 也有这样庞大的机械 却仍然可以活动自如 像是去年880水灾 美军派出超级走马直升机来台 参与的救援任务 还有活泛军事中最具机动力 和打击火力的坦克车 泡管的360度旋转 还要求能高速行驶往返战场 其实像这类动辄上亿元造价的大型机具 要能活动自如 平时的维护保养绝对不能少 要能对机具设备的轴承座 齿轮箱 取轴箱等等 进行快速大降的黄油注入作业 最需要靠荆州机械 最新开发出的产品 研发气动黄油墙 它的试用范围里面很大 大到火航空 你像飞机 坦克 大炮 需要路滑的地方都一定用得到 然后我们小到一般的 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名称工具来讲 四层式的改装车 你的重型机车 它一般因为现在的汽车 大概都改到几乎比较不少用 然后还有就是建筑机器 你像那些山猫 挖土机 然后包括加工机器里面的 CNC车场 CNC洗草 这些都必须用得到 因为它常常滑动的地方 常常转动的地方都必须要论滑 那润滑就需要借用黄油来润滑 那我们这一支是最佳的工具 因为一般可能传统的来讲 注入的黄油的激励 可能只有达到70%甚至到75% 但是我们的产品 可以达将近95%的防油的注入力 所以基本上它的润滑系统 跟润滑效果会比传统的好很多 金州机械的轻量化稳定连发气动黄油枪 是采用气压驱动结构 并具备有稳定连发机构的设计 加上内常式稳压控制机构设计 使得气动黄油枪出油量 比起传统的每分钟50cc 提高到每分钟288cc 不但出油量比起传统单发的 高出了6倍之多 更能达到稳定连去给油的目标 不但操作简单 更是将气动黄油枪朝向专业化 高效能化的突破性设计 这个测试仪器是针对黄油枪外壳 展开硬度的测试 而金州的黄油枪材质 是与中科院合作 采用最新的航钛材质 重量只有一公斤 比起传统与制品1.6公斤的黄油枪 具有更轻也更坚固的特性 因此获得了经济部国贸局 以及外贸协会 共同举办的台湾金瓶奖 银纸奖的肯定 我们也朝着环保 这个议题在前进 因为地球进入力量 那需要复合材料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第一个 它的碳排 生产过程碳排量低 第二个 它的材料可以完全百分之百回收 还有 刚刚您提到的 它有客制化 不同颜色的选择 它可以很漂亮的 可以显现出来 依照客户的需求 我们就不同颜色的选择 还有它 本身它也是抗酸 抗减 而且我们经过客户测试 它的 甚至可以到零下50度 所以它最高是到120度 然后零下50度 所以它的位置也是蛮高的 所以在各方面的条件的组合下 推出这个产品 很快就受到市场上的认同 黄油箱的市场过去被两大体系垄断 其中欧美先进国家 主打价值高 品质好的商品 而中国和印度采取低价策略 席卷小规模的工厂和DIY的市场 就在这样的夹杀之下 金州提出精准市场区隔的策略 要有好品质 又价格不贵的产品 经过一再的研发 以及最精密的产品测试 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如今金州黄油枪 目前在世界上的市占率 已经有五成以上 同时更是品质的保证 如今金州黄油枪 目前在世界上的市占率 已经有五成以上 同时更是品质的保证 断油的比例是万分之一 等于一万次里面 我才有一次断油的几率 跟业界差很多 那当然国外也有人 生产这个 这个同样的产品来讲 他们的大概 空打力 大概在15% 等于15%的空打力 所以当我们这个产品 整个推出之后 很快的就把市场吸减了 还有几个大客户 也认为说我们这个产品 确实可以符合他们的要求 甚至于我们做OEM做ODM 我们也很骄傲的是说 卖给德国的客人 挂他的 当然是因为德国太大 我们必须要挂他的品牌 但是客人是当德国国在卖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骄傲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 是一个先进国家 他的工业产品是不可否认 大家都很认同 他能认同我们的产品 把它当德国国卖 我觉得我们的产品 确实是值得得到客户的肯定 而荆州不以此为自豪 在产品品检释中 这个寿命测试机 严格对每一个产品 做激发状况的测试 必须要达到连续激发7天7夜 共350万次的严格检验 而荆州目前也针对市场的需求 预计明年将推出新的产品 展现积极抢工市场的企图 有时候是考虑到 比如说客户的需求 我买了一只单发的 可是我又有连发的系统的时候 我变成要买两只 我们是希望把它统合在一起 当然这是在一个技术上的城市 基本上它技术上的城市蛮高的 我们正在突破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相信布局的将来 应该很快会在市场上推出 关于荆州黄油枪的品质 杨副总不小心透露个商业机密 他说荆州成功地把自家产品 卖给德国的黄油枪大厂 等于是当世界知名品牌的代工 荆州卖价只有不到10欧元 折合新台币400多块 德国大厂却以200欧元 相当于8000多块台币转卖出 这差价足足有20倍之多 原来自己的产品 在世界上可以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 同时更为自己的产品受到肯定而高兴 但是荆州不急着抢占市场 自有他的经营哲学 我们在参加那个金兵奖选择的时候 有一个国外的评审委员 问我一个问题 那我当说 那像国外这两家大厂 你怎么跟他竞争 我笑笑我跟他讲说 因为他是大厂 我在台湾来讲 我们支付率不高 基本上我不会去跟他竞争 我会说服他 把他当是我的客人 说服他来买我的东西 我不需要去跟他竞争 我去跟他竞争 我得是拿鸡蛋器丢石头 但是我去说服他来买我的东西 我们可以当成一个合作的伙伴 我不是竞争的对手 来到这家电脑控制的车床厂 厂内共有十多台的机器 每台价值都高达200万元以上 而机器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高速旋转的夹头 每天长达16小时的运转 最重要的就是 每天靠黄油的保养了 刘老板说 新中最新的黄油枪设备 确实对机械的保养方便有效多了 像是刘老板的工厂 十多台机器下来 每一台的黄油必须打上400cc 传统单发的黄油枪 手可能要按个200下 不过荆州的产品 就可以进行快速大量的黄油注入作业 而像是这位开推高机的李先生 同时使用过传统和新式的黄油枪 他说出新式气动连发式的黄油枪的优势 到底在哪 使用到产品 它是因为它是连发的 所以它速度都比我们用锁 一般手动的还要快 而且比较方便 因为它省时 很快就可以把那个油 我们要舔的油直接打满 荆州机械原本强项是在做丁枪 但是因为丁枪市场几年前 被中国厂商低价攻占 在公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转念之间看上了市场上 相当冷门的黄油枪生意 并且投下研发经费 反而因此创新产品 在世界市场抢下一席之地 可以说是一场小虾迷 逗大鲸鱼的成功故事 看完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觉得这些平常 一点都不起眼的机械跟零组件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下一集的梦想全记录 我们跟您分享的是 台湾知名企业的品牌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